欢迎来到美厅 人到中年,必届四月 佛说,人间八苦,生,老,病,死,愿增惠,爱别离,求不得 人是繁华,烦恼千千万万,但归根结底都是欲望在作祟 《红楼梦》中有一歌,名为《好了歌》 世人都小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种一堆草莓了 世人都小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中招只恨惧无多,急到多时掩蔽了 世人都小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小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人,总是会有想得到放不下的东西 这虽是人之常情,但也难免成了一个人的弱点 欲望有度,度之内是需求,合情合理 度之外叫贪欲,万要不得 人到中年,知足常乐 一定要下决心断绝这四种贪欲 才保得后半生无哉无忘 图须名者,纯 古语有云,人过流名,艳过流生 人生在世,谁都追求一个好的名声 这一点可以理解 但图名,不可孤名钓鱼,图有须名 在《群书制药》上,就记载齐宣王好射的故事 齐宣王喜爱射箭,在他王宫的墙壁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雕弓 每次他射箭的时候,虽然总使出吃奶的气力,也只能拉动三十的软弓 可是他最爱听别人,赞美他必利过人,能用硬弓 而且,大臣们也都是献禅之辈,每天都围在宣王身边 不是说,大王神社,就是说,即便是后裔再生,也不可与大王媲美之类的话 宣王每次听到这些赞美的话,都会给说这些话的人以赏赐 每逢酒宴之后,宣王就取出那张雕花脚弓,大喝一声,拉成满月,顿时,闻五百官都高声喝彩,闪呼,大王神烈 宣王得意地把脚弓传给左右大臣,让他们分别试一试 大臣们握着弓,呲牙咧嘴地拉开一半,就装得无论如何也拉不动的样子 都纷纷嚷着腰酸,有得喊闭马,然后一起嘖嘖惊叹道 这张弓不下九十,除了大王,我等凡夫俗子,怎么能拉得动 宣王听到这些赞美的话以后,更显得高兴了,于是俯着燃须,哈哈大笑 虽然宣王只能拉得动三十的弓,可是他却永远认为自己能够拉动九十的弓 好名声,是做出来的,不是捧出来的,被捧得太高 终有一日会从云端跌落,帅得粉身碎骨 每个人所追求的虚名,不过是自己内心贪婪的欲望和虚荣罢了 当你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优缺点,知道自己的能力后,就不会再故意邀功 佛家有段寄语,全也空,明也空,转眼荒郊土一风 我们不过人间过客,重拳,虚名,不过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若一味地沉迷于阿谀奉承中,就会不自知地成为虚名的奴隶,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与其在云端担惊受怕,倒不如放下对名声的过度追求,平凡快乐地度过一生 人这一辈子,太多人为钱字累了一生 俗话常说,人为财死,鸟为狮亡 人在俗世中生存,最无法避免的,就是和钱打交道 但对待金钱的态度,却往往能真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品行和格局 当代知名书画家启公,是清代雍正皇帝的九世孙 他一生饱经风霜,晚年已然名满天下 许多商骨巨富,不惜重金求其莫保 然而,面对送上门的巨额财富,启公却不为所动,依然保持着一代宗室的风范 启公的书法,在市场上价值颇高 1996年,启公将在香港义卖所得的163万元人民币 用作帮助贫困学生的奖学助学基金,却坚持不肯以他的名字命名 因为他的书画价值,许多人耗费千金而不可得 有一次,一位房地产开发商听闻启公出厂,便准备好笔墨纸验,请他为自己的楼盘提字,而且润笔费相当可观 不料启公脸色一沉道 你准备好了笔,我就一定得写吗?那你准备好棺材,我还要往里跳啊 众人大笑,开发商只得信信而出 启公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的倡导者 他一生无儿无女,个人所得全部捐给北京师范大学,自己却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纵观他一生所为,便对这句话的最好的诠释 曾广贤文,有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不要为金钱铤而走险,不要见利妄议,这样的钱才干干净净 封子凯有句话,不宠吴经过一生 很多事不是你想就能做到的,很多东西不是你要就能得到的,很多人不是你留就能留住的 但该来的也自然会来,会走的无论如何也留不住 唯有放开执念,随缘才是最好的生活态度 三,图美色者,空 生活,克制着前行,比肆意妄为要坦然的多 逃不开美色,情欲的诱惑,到头来不过一场空 老人们常对我们说,婚姻不是儿戏,一定要慎重 每个人更应该明白,责任本身就是爱,婚姻里的爱情看着平淡,可却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轻易丢弃 就像电影《夏洛特烦恼》中,历经离去的不舍和得不到的不甘后 夏洛中是领悟到对邱雅的那份念念不忘,仅仅是时光对记忆的渲染美化 而真实的爱情,真真切切地存在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日子里 她转身,看到默默守候的马东梅将她拥抱得很紧,很紧 张爱玲曾说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 取了红玫瑰,久而久之 红的就变成了白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而白的还是窗外的明月光 当取了白玫瑰,久而久之 白的就变成了黏在衣服上的一粒米饭 红的却变成了心口上的一颗猪沙纸 无论男女,在情欲中沉沦 最终只会有家庭破裂,众人鄙视的下场 人到中年,就要懂得拥有懂你冷热的爱人 绕息玩乐的孩子,以及完整健全的家庭 才是最大的幸福 清心寡欲,清除杂念,减少欲求 不思贪婪,保持心地之宁静 在红尘中洁身自好 做个清闲,潇洒,自在的人,便好 限制太容易,放手才难 儿孙自有儿孙福,儿孙自有儿孙禄 身为父母,你永远无法替代子女 并过好他们的一生 朱宇晨,一个戏红人不红的演员,因为一档节目中 朱妈妈令人窒息的母爱,被所有人列为不能嫁的第一人选 朱宇晨妈妈说,她的每一段感情我都知道,我都会去干扰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 朱宇晨的妈妈每天都会给她榨果汁,一天两瓶,必须喝完 晚上要把空瓶带回家,证明她喝完了 不让她做饭,不让她在外面吃饭,拍戏时,跟着儿子跑剧组 儿子在哪,她在哪 不让她接古装戏和武打戏 因为她不想看到儿子被别人打 她全面监控孩子的一言一行 朱宇晨就这样活了39年 她想过反抗,她觉得妈妈的爱太重了 甚至跟他妈大吵,你这样会把我搞死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而她妈妈都不知道自己在控制孩子 她只知道她太爱儿子了 连她自己都说,我完全没有自我 我是用整个生命去对待我的儿子的 真正有智慧的父母,深爱子女,将他们养大 不是为了永远与子女粘在一起 而是前半生无私地付出 后半生适时地放手退出 告诫自己,换个方式去爱他们 上了年纪就要省省精力来照顾自己 如果这个时候还是比公亲 为儿女的事情操心不止 不仅累了自己,也害了儿女 人到中年,要放弃自己对孩子的控制欲 认真过好自己的生活 孩子的路,放手让他自己去走 佛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人一旦被欲望缠身 被内心的魔鬼吞噬 就会在罪恶的路上渐行渐远 再难回头 王阳明说 减得一分人欲,便是负得一分天理 何等轻快拖洒,何等简易 贪,称,痴,慢,疑 本是我们的人性 但不加控制地任由它发展 那个最好的自己只会离你越来越远 过分追名逐利 最终只会是一场空 懂得知足 才能收获幸福的人生 愿你我都能不被物欲所束缚 坚守住自己的内心 做一个无愧天地 无愧于心的干干净净的人 欢迎来到美厅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